我覺得每個政黨黨內競爭都正常 尤其是要這個要競選總統大位的政黨 包括民進黨也有黨內競爭 其實國民黨真正的問題不在黨內競爭 而是朱立倫畫的那個畫三角形 畫的太認真了 假戲真做了之後 上演新郎不是我 所以朱立倫最喜歡的電影 應該是新郎不是我 因為他好幾次相關的紀錄 這個換柱最後也是新娘新郎 都覺得被騙了對不對 然後現在這個看到關於侯郭之間 其實侯郭之間如果有一個公平的競賽 我想他們兩個就算不接受也要接受 當然 講白就是這樣 如果說比如說像這個民進黨 總統初選講好規則打一萬五千通電話 然後這個五家來做民調 平均就是結果 那不管侯郭都不能翻盤 也不會說什麼之後 還有這麼多新郎不是我的問題出來 那現在問題是呈現在說 當今天因為你炸郭 炸騙郭台銘 造成了一些基層真的炸郭的時候 不是說郭台銘想怎樣就真的怎樣 因為五哥你剛剛提到這些議長 其實他固然挺郭 但是他挺郭是來自後面還有一個反侯的力量 其實很多藍營的朋友都知道啊 國民黨內有反侯的力量 郭為什麼會得到這些議長的支持 並不是說他天生就像說什麼 去跟牛鬼蛇聲人收 有點送給郭的味道 那就是說 這個我要反侯最強的就是郭嘛 所以這些議長這些會去支持 那現在好啦 雖然郭被租處理掉了 被租騙了 但是這些議長沒有被騙啊 因為這些議長在地方上都是一方之霸啊 所以要怎麼處理 必須要侯自己去處理 侯他是總統候選人 今天我要請你們這些一方之霸來挺我 侯自己是新北市長沒錯 可是人家也是議長也是縣長啊 不是嗎 所以 可是義夫每次在節目都講 像蔣跟黃蔣議長 他是新北議長嘛 他是挺猴非常非常力挺的啊 那義夫有憲策啊 就是可以由蔣跟黃議長 他們不是有一個什麼 全國議長副議長 政府議長演藝會嘛 他講說就由他帶著 跟大家保安或什麼 或是有一些人 這次是不是過程有被傷到的 那蔣跟黃議長帶著他擺一局 大家這難道不是一個好方法嗎 好我先講 總統大選除了選組織 還要選形象對不對 空氣票中間票很清楚嘛 今天如果連你黨內自己 都說是牛鬼蛇神的人 你侯友宜去跟他站在一起啊 會不會抵觸他的刑警 的這個形象嗎 你思考這個問題啊 最近媒體不是報導說 中東警私下抱怨 侯友宜無情無異 結果記者去問侯友宜 侯友宜竟然他說 我和中縣長蠻熟的 那你說中東警是什麼樣的人 中東警是朱立倫 都不願意提名他的人 然後你說我跟他蠻熟的 好那你今天 你未來去到這些中部南部去 跟這些議長跟這些 這個縣長拔弱啊 就算講跟黃帶著你去好了 那人家就問你說 那請問這到底是不是 牛鬼蛇神的 這要怎麼辦 尤其是國民黨最近這個 幾個月半年一年以來 狂打這個所謂反黑金的 結果如果最後跟侯友宜 戰成一排的全部都是前科的 更生人的黑金的 那侯友宜怎麼辦嗎 今天聯合報的這個東西 其實有幾個點可以看啦 當然大家都在提的這個年輕族群 柯文哲強勢 這個不用講 但是你看到賴清德 他在40到59歲就回穩嘛 對不對 40到59歲回穩 然後60歲以上 看起來柯文哲是被邊緣 然後侯友宜跟賴清德 可是最大的問題是說啊 侯友宜的話 他的國民黨的支持度 國民黨人只有70% 他現在是支持侯友宜 可是你看呢 賴清德接近80% 然後白80%是接近他們自己提名的 所以你看中間差了這10% 其實就是侯友宜 現在往下掉了這5%的其中一個原因嘛 一個因素啦 但我只能說這個劇本呢 對國民黨對朱立倫來說 他看了應該冷汗可能有冒一滴啦 但是還好 為什麼 因為最差最差的劇本 最差的劇本其實是當今天炸鍋了之後呢 不小心柯的氣勢整個上來追過侯友宜 這對國民黨來說是最可怕的 所以這個氣保效應是侯友宜 他最後一絲希望 那萬一他變第三名的話 那真的沒救 所以對於國民黨來說 現在掉5% 但還維持在第二名 柯文哲沒有趁勢起來 這個國民黨雖然緊張 但是暫時還不是對國民黨最壞的劇本 不過我真的要講啊 你說之後侯友宜他說 他要來這個今天要把所有的這些地方上組織 摳起來的時候 他真的要必須去面對未來選戰的主軸 他到底什麼形象的這個問題 那你過去 其實最根本的說 黨內的反侯勢力 侯友宜能不能面對去解決 還是說這個反侯勢力 他現在弄個郭台銘出來 郭台銘被朱立倫做掉 那難道他不會再弄一個什麼出來嗎 難道他不會再用什麼方式去跟柯結合嗎 你說郭把自己的後路給斷了 不能郭柯也不能柯郭 這個沒錯 可是這些議長這些縣長沒有說不能靠攏柯啊 尤其是這些議長這些縣長當中還有地方勢力 甚至是無黨籍的 你國民黨也管不了他 柯他也不介意其實跟這些地方派系跟黑金結合 講白就是這樣 去年裡的選舉很清楚嘛 柯媽媽可以去跟嚴清鏢 然後跟嚴寬河手比武 這種都可以站在一起 他可以接受這樣子的合體啊 你說柯會不會打插邊球不斷的去跟 比如說去到這些跟這些縣長議長去合體 然後去參加通常的活動 所以柯就沒有你剛剛講的形象要考慮的問題 因為年輕人很在乎說有沒有形象啊或什麼什麼這些 如果你講說喉因為有這樣的問題 如果跟他們站在一起會不會 柯站在一起他就不會有這個問題 因為中東景講到柯的時候 他也是講說去年他選的時候 柯也是有跟他同框 然後他也敢 所以他跟他站就沒有問題 可是如果喉去就有問題 應該說是這樣柯跟這些黑金跟這些地方派系 站在一起當然有問題 你看這個聯合報的民調來看 柯文哲大概29到39 這一支獨秀35%是沒錯 可是他到了40到59的時候 變成賴是第一名 就是說柯在年輕人是佔優勢 但不是過半的壓倒性優勢 因為過去他有很多打插邊球的方式 不是他個人可能是柯媽媽代表他的人 或者是說民眾黨的一些人 你去檢視民眾黨議員提名人 還有他們現在地方的黨幹部 其實背後本來也是有很多前柯的或是黑金底的 是從國民黨不要的去吸收的 但是因為柯是現在目前第三名 所以藍綠基本上不太會去檢驗他 不太會去攻擊他 當他如果到了第二名的時候 這些問題當然會浮現 不過柯的短期目標 本來就是先衝第二再說嘛 他要先做二才能忘一嘛 所以目前這個侯友宜他的牛鬼蛇神這一題 是卡在侯友宜身上